新讯息了 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的财运 其实很多人都会误解财运 像今天我就有看到一个人 他就是这样在问的 看一下 各位就这样 请教一下 命中没有恨财 偏财较多 适合炒股黄金吗 各位看一下看一下 看清楚看清楚 各位 你们认为 看到这个 你们认为 财运偏财多 所以就适合炒股黄金吗 各位 我只能说 想太多 想太多 为什么 你要了解 我一直在强调财是什么 财 我克者为财 那我克者 克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掌握的 我可以掌握的 那是什么意思 任聋章 你好 我可以掌握的是什么意思 我懂的 我有研究过的 我要付出的 结果 我偏财多 我可不可以投资股票 我偏财多 我能不能够去买黄金 各位 当这个人这样在问你的时候 你认为 他有研究过吗 他懂吗 很多人不会懂 了不了解 很多人都不懂 所以他是在贫运气 因为我有财运 我就可以投资 我有财运 就可以去投机 很多人是这样 那我要问 那我破财怎么办 我本身是破财的 我本身是破财的 那我破财的 我就不能够碰这些东西了 当然不是 各位 我投资股票 来讲 我是在等时间 我去年没有动 今年我也没有投 前年的话 一年我就赚100万 一年我就赚100万 那我破财 我前年没有进财 我的财运依旧是破财 那为什么 破财 老师你投资股票 还可以赚钱 为什么不能赚钱 财的定义是什么 我懂的 我克制为财 那我懂了以后 他会变成什么 他会变成技术 他会变成食伤 所以 各位 这是什么 是你有没有这个技术 不是你有没有这个运 食伤代表是什么 他代表的是专业技术 所以我假如懂的话 我假如懂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 我的食伤 而不是凭财运 要不要解 不是凭财运 那就算我破财 我有这个专业 我破财的基因 我也会降低 那是不是就很容易会赚钱 股票不要乱摸 今年的股票已经在走空头了 不要乱摸 所以各位 这就是什么 你要研究 研究 懂了以后 还要去食伤 就是实做你的技术 让他变成技术 所以各位 并不是你破财 就不能摸这些东西 你懂 你懂 你摸这些东西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懂 他是你的技术 只是说 因为你破财 你可能会赚的比较少一点 等到你的财运好 你的技术没有问题 就上去了 了不了解 他就上去了 所以各位 不要把财运当做做什么事都会成功 财运 他是我要懂的 我要付出劳力的 他并不是坐在那里 他就会来的 最简单的一件事 男生的财就是桃花 那在座各位 你的另外一半怎么来的 因为你有财运坐在那里 那就有一个小姑娘 像小白兔一样 哒哒哒哒 跳到你前面 我要当你的女朋友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你有财运 你也是要 小妞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 happy 对不对 你也是要动作嘛 这个才会成真 所以 各位你就要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 你的另外一半 你都要去追求了 都不是他自己跳过来的 你会 你什么都不懂 你认为你可以抓得到吗 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 你认为他就会是你的吗 所以不可能的事嘛 既然不可能 就不要 像这一种的异想天开 很多人都会问 老师我财运好 我能不能做生意 当然可以啊 问题 你要做什么 等一下 问题你要做什么嘛 只要一问到这里 又怎样 嘴巴又像乌鸦 这样子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所以呢 各位 这就是很多的对财的一种的误解 财来讲 他并不是你有财运就可以不劳而获 没有了 了不了解 财并不是不劳而获 财他是要付出的 所以不要认为我偏财 很多人会把偏财 想成是不劳而获的财 不是哦 正财跟偏财的差距 他只不过是偏财 跟是一分努力 可能三分收获 那正财呢 一分努力 一分收获 了不了解 一个是一分努力 会有三分收获 一个是一分努力 一分收获 就是 就只有这种情况而已 可是呢 他都有先决条件 什么先决条件 努力 努力 谁跟你讲说偏财是蓝桃花的 谁跟你讲的 就很像七煞 就是非官非 那是 那个是 人 那个都是错误的观念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 财 都是要靠你努力去求取的 并不是他自动会来的 所以你的能力多高 你就会赚相对程度的财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财运很好 你什么都不会 你就只能赚那一点点钱 那你的能 你去看那些企业家 我每个人一年都赚几千亿的 他们能力都很强 那能力都很强 一个财就够了 就可以够他发挥了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 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才是决定你可以赚多少钱 要不要解 否则的话 你去看这一些 中乐透的 只不过中一亿 中两亿 到最后被打回原样 比原来还要穷 可是你去看这些企业家 每个身价都几千亿 为什么不会不见 走私你也要那个 有专业知识 你什么都不懂 两三下就被人家抓了吧 做什么事都要专业 要不要解 绝对没有说你运很好 运很好 随便做 你就会成功 没那一回事 今天我运势很好 结果我根本都不会批命 有用吗 看我要当命理师 我不会批命 我运很好 有用吗 同样道理 所以不要把财当作是不劳而获 不是的 凡事都是要付出的